欢迎来到我们的娱乐社媒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则引人注目的娱乐圈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前TVB老戏谷刘松仁的近况 74岁的他最近因为音乐剧《立马逗》的宣传活动而再次回到大家视野中 不过他的销售身形引起了不少网民的担心 有人猜测是不是因为工作太忙或是因为就爱李颖的离世而心情受影响 不过刘松仁表示自己精神状态很好 只是没有在演戏的欲望罢了 接着来谈谈魏诗雅 她因电影《不日成婚2》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提名 感到非常兴奋 魏诗雅坦言自己直率的性格容易得罪人 这也让她的演艺生涯一直处于起伏之中 但她表示现在已经学会了更好的表达自己 希望能通过这次提名让更多人记住她是一位演员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最后一届口罩小姐选举的双料冠军正一期 她目前已经怀孕30周 并在社交网上分享了自己怀孕期间的点滴 正一期表示自己的肚子越来越大 但她不想时间过得太快 舍不得快要进入倒数了 她的老公也因担心她跌倒而禁止她外出 这份关心让人感到温馨 好了 今天的娱乐社媒就到这里了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74岁前 PVB老戏谷在线销售样 一突然劳碌难适应 爱情长跑就爱离世损心情 星岛日报 PVB著名演员刘松仁 最近因为她担任策划 导演和编剧的音乐剧 立马斗的宣传活动 而再次引起关注 刘松仁自2015年拍摄完最后一部电视剧后 已经很少出现在目前 此前还有传闻称她中风 但她表示并非身体欠佳 只是没有在演戏的欲望 她为了音乐剧费尽心神 不停地宣传和观看演员彩排 但她的身形瘦削引起了网民的担心 刘松仁近年来逐渐消瘦 网民猜测除了工作繁忙外 还可能与她的前女友 潜力的花旦李颖离世有关 刘松仁曾在微博上悼念李颖 并透露二人原本有约 我们不是三月中有约吗 怎么真的走了 她对固有的离世表露了不舍之情 然而 尽管有些销售 刘松仁仍然保持着笑容 并积极参加各项活动 她的朋友也表示她的精神状态很好 刘松仁担任音乐剧《立马逗》的策划 导演和编剧已经多年 这部音乐剧在2019年和2020年分别上演了两次 受到了很好的评价 今年4月 音乐剧将再次公演 刘松仁不仅亲自参与了演员的选拔 还亲自操办了音乐 舞台设计和服装等方面的工作 她的热情和努力备受赞赏 但也引发了人们对她健康状况的关注 总体来说 刘松仁近年来很少在目前露面 但她对音乐剧《立马逗》的投入和努力 让她重新受到关注 虽然她的身形受学引起了担忧 但她保持着良好的精神状态 对于她的健康问题 她解释说并非身体欠佳 而是缺乏演戏的欲望 刘松仁的付出和努力 让人们对她的才华和专业精神表示赞赏 并期待她的音乐剧能够再次取得成功 魏施雅低潮期 曾获施舍工作进 后入行16年 经常得罪人 毛也捞 独家 星岛日报 魏施雅凭借电影《不日成婚2》 获得第4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提名 她表示非常兴奋 并感激团队的努力被看见 她入行16年来 坦承自己率直的性格容易得罪人 这也导致了她的演艺事业一直处于浮沉之间 不过她现在已经学会了更好地表达自己 并且明白自己必须成长 对于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奖 她表示没有信心 但她希望能够通过该提名 让人们记住 她是一位演员 魏施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不日成婚2》有两集 投票时会多一些感情分 她也像角色一样成长 从一个充满棱角的人到面对困难磨砺棱角 她觉得自己就像以前的魏施雅 以前有份工作 别人叫我做这样的事情 我会直接告诉他们我觉得不好用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让别人生气 非常傻 不过她现在已经学会了控制自己的言辞 我会说出自己的不满 表达自己的想法 但会修饰一下 以前会直接说不好吃 现在会说不适合我的口味 她承认以前做人很舒服 但也明白必须要成长 魏施雅对于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提名 表示没有信心 她明白爱情喜剧已经很难入围 获奖更加渺茫 但她表示自己希望通过获奖 让人们记住她是一位演员 不希望在面试时被忘记 她很满足能够参与颁奖礼 并且坐在前排 穿着漂亮的裙子走红地毯 这场景以后可以给我的曾孙看 你看看奶奶以前拍过这些照片 这已经让我很开心 她还希望她在VIO TV剧《马加烈与大卫》系列 思思中的合作伙伴钟雪莹 能够获得最佳女主角奖 她认为钟雪莹的气质非常好 戏演的也很棒 魏施雅入行16年 她形容自己并不是天才型演员 她凭借不断努力来走到今天 她从入行第一年的TVB青春剧 四叶草之盛装五部爱作战 开始就认定演戏是终身职业 她觉得演员可以让她自由地感受不同的职业 虽然现在她成为了金像奖最佳女主角的候选人 但她觉得自己的事业一直都是浮浮沉沉的 她回忆起自己入行后最低潮的时期 有一段时间几乎没有工作 有一次被邀请和陈佳乐一起为品牌拍摄杂志宣传照 却被工作人员用施舍来形容 这件事让我非常伤心 大家都是同情 为什么要用施舍来形容 难道我们真的做得这么差吗 给了几千块钱已经很好了 我当然生气 我不是假装大爱的人 不会说那些虚假的话 为什么要伤害我 然而 这段经历没有让魏什雅放弃 反而让她更加坚定地坚持下去 大度选美冠军被老公禁外出 怕跌个仔出离 怀孕三十周 挺剧度一部位疼痛 星岛日报 File TV节目最后一届口罩小姐选举 双料冠军郑一琦 浩南 在主持File TV清谈节目晚吹炼奖以后 人气上升 郑一琦已于2021年透露 与拍拖四年的男友准备结婚 并在今年1月自爆怀孕 当时已怀孕19周加6天 她今日在社交网上贴出新项 透露驼壁后的心酸 郑一琦表示已经怀孕30周 肚子越来越大 吃东西时会感到疼痛 走不了很久 她也不想时间过得太快 舍不得快要进入倒数了 郑一琦还未正式透露宝宝的性别 但之前她在社交网上贴出超声波照片 并打上一个男孩的emoji 暗示可能是个男孩 她表示自己很快乐的怀孕期 还可以和朋友 老公一起分享这段时光 郑一琦是File TV的合约艺人 她加入File TV后不久就结婚了 之前还参加过最后一届口罩小姐选举 获得冠军 她以主持工作为主 拥有一双长腿和不错的身材 在社交网上分享了许多亮相 她将在近期迎接宝宝的到来 期待这个新角色的到来 本文来源 HTTPS Bitly4OHGS9E 不够善良的我们 林依晨 徐伟宁正在同场林交流 贺君祥突然苍老 夏至女儿 星岛日报 由著名编剧徐玉婷指导的台剧 不够善良的我们将于明晚登场 这部剧集集结了两大金钟事后 林依晨和徐伟宁 贺君祥 柯震东等演员 讲述了两个个性迥异的女主角爱上同一个男人后展开的爱恨情仇故事 剧中的简庆芬和张仪敬是情敌也是素敌 戏外林依晨和徐伟宁则是多年的好友 为了更好地投入角色 两位女演员在片场保持距离 甚至在同一场景的拍摄时间上巧妙错开 此外 剧中还有贺君祥以白发造型出演的角色 他透露自己的女儿都认不出他了 该剧将于4月6日起在黄发佑包剧平台播出 香港观众可以免费收看 此外 该平台还提供其他亚洲话题剧集的免费观看 新城体育会马俊伟自六歌手打羽毛球 潘敬文打到嗯舍得走 星岛日报 新城首席营运总监马俊伟成立了新城体育会 并举行了第一次活动 邀请了一些员工和歌手参与羽毛球比赛 马俊伟表示 他希望员工能够在工作之余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运动中 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他赞扬了参与比赛的员工和歌手的球技 并表示羽毛球需要持之以恒的练习 才能成为出色的球员 参与比赛的人们也纷纷表示羽毛球运动让他们充满活力 并期待下一次的活动 郭可颖一家由上海林文龙狂队 九脸通红惹忧心 14岁女一举动街 已有偶像包袱 星岛日报 53岁的郭可颖和56岁的林文龙 以及他们的14岁女儿林天若 在复活节假期选择了上海作为旅行目的地 郭可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他们在上海的照片 展示了他们的旅行景点和美食 林天若也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分享了旅行的照片 并展示了自己在上海的打卡照片 他们一家经常进行豪华旅行 之前曾去过日本和沙漠旅行 一位女网民还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 她与林文龙一家共进晚餐的经历 她为他们带来了六支红酒 而林文龙则大口喝酒 似乎有些醉意 郭可颖和林文龙一家选择上海 作为他们的旅行目的地 展示了他们对旅行和美食的热爱 郭可颖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他们在上海的旅行照片 包括风景和美食 林天若也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分享了旅行的照片 展示了自己在上海打卡的景点 他们一家经常进行豪华旅行 之前曾去过日本和沙漠旅行 展示了他们对生活的享受和追求 一位女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 她与林文龙一家共进晚餐的经历 她带来了六支红酒 林文龙大口喝酒 看起来有些醉意 网民们关心林文龙此举是否会对她的身体造成影响 这次旅行展示了郭可颖和林文龙一家与粉丝们的互动 以及他们对生活的享受和积极的态度 网络影评人大奖于湘宁平白日之下风影后 梁庸廷在下一城夺女配角 星岛日报 总结 电影年少日记成为第二届香港网络影评人 highlight大奖的大赢家 获得电影 导演 剧本和新导演奖四个奖项 梁朝伟和于湘宁分别获得男主角和女主角奖项 吴康仁和梁雍廷获得男配角和女配角奖项 于湘宁和梁雍廷在接受采访时 感谢网络影评人的支持和喜爱 此外 星岛申诉王还推出了我要赞取栏目 邀请市民投稿表扬身边的好人好事 共建更有爱的社区 《斗志恐风》泡出体验上瘾 Junior约好未婚妻重游 自由时报 斗志恐主持八大台湾第一等节目新改版 他和好友Junior前往台南盐水 体验当地盛大的风炮活动 两人穿上全罩式安全帽和防护装备 跟随神教走了一段路程 虽然很累 但却减肥了 斗志恐表示 盐水风炮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危险 他已经预定明年参加风炮的住宿 并计划下次带上未婚妻一起参加 蔡鸟疯狂主演舞台剧 康音音遭依靠潜规则 自由时报 康音音在参与舞台剧疯狂电视台时 由于是新演员对演戏一窍不通 唐从胜曾私下抱怨他的演技 然而 他一路加演到今年 演出了超过150场 展现了自己的成长和进步 康音音在剧中饰演一位 想进入电视台的蔡鸟员工 他表示自己在舞台上 有一次忘词的尴尬经历 幸好唐从胜及时出现 帮助他完成表演 在舞台剧演出中 康音音通过不断的重复练习和打磨演技 逐渐变得自信 并能自称为这出舞台剧的女主角 Energy手灯大巨蛋 手机灯还点燃热血 自由时报 Energy在中信兄弟开幕站的赛前演出中宣布 新专辑P.I.M.将于5月发行 并在7月举办小巨蛋演唱会 他们在演出中重新编曲了经典歌曲 带给观众满满回忆 牛奶感冒抱病演出 仍然展现了出色的舞技 在演唱新歌分合时 观众点亮手机灯 给了Energy很大的感动 新专辑P.I.M.是他们相隔22年才发行的作品 他们希望能把这张专辑送给一直支持他们的粉丝 赫尔加添心血 再战歌坛 忙排练 累到挂病号 自由时报 女团赫尔加将举办音乐会 答谢歌迷支持 成员在排练中出现伤病情况 但仍努力恢复 并希望能给粉丝带来精彩的演出 这也提醒了他们 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重视身体健康 人物专访 康音音跳进演艺圈 芭蕾女神反鼓荡演员 小六学舞国中夺冠 大学读舞蹈戏 意外转向戏剧录 自由时报 康音音是一位舞蹈出身的演员 她在大学生了眉中 以芭蕾舞蹈女神的形象出道 她从小学六年级开始学舞 虽然算晚 但她一直不服输 她在国中时 参加了全国学生舞蹈比赛 并获得了宜兰县出赛第一名 她考入了北一大舞蹈系 但系主任却告诉他们 未来要做舞者 不要进演艺圈 然而 她还是选择了进入演艺圈 并且在成为演员后 仍然保持对舞蹈的热爱 康音音近几年发起了 用身体记录台湾的活动 通过将芭蕾肢体 与台湾各地美景结合 让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到台湾 她家中有十双舞鞋 其中有几双是常穿的 最爱的一双 是价值3000多元的科技鞋 鞋面已经明显破损 她说 每次到柏油路拍摄 就会报废一双鞋 我已经穿坏了八双 康音音谈到学舞的契机时很幽默 最初是因为她不吃饭 她妈妈让她去运动 看看能不能增加食量 当时一篮头城乡下 开设了舞蹈班 促销活动时 两人一起上课 就送免费裤袜 她说 我那时不知道芭蕾是什么 爸妈还开了家庭会议 最后决定让我学舞 没想到 这个偶然的机会 让她一跳上瘾 至今仍然热爱舞蹈 康音音被认为是天才型舞者 国中时获得了宜兰县第一名 在参加全国大赛时 她看到了来自其他县市的 对手们的强大气势 紧张的脑袋一片空白 她自嘲道 我就像是乡下来的野小孩 不小心闯入了比赛会场 然而 她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反而越挫越勇 考上了蓝羊女中的舞蹈班 在舞蹈班里 康音音印象最深的就是 每天进教室 都要量体重 如果超重0.5公斤 就要罚款50元 1.2公斤 就要罚款200元 她说 你可以去猪肉摊看 一公斤猪肉有多少 很恶心 看完之后还敢吃吗 她从来没有被罚过款 她还说她人生最瘦的时候 是38公斤 只有确定考上大学后 才开始放纵自己大吃 胖到了53公斤 到了北一大 对她来说 是一次震撼的教育 每个舞者都有顶尖的舞技 但这也是一个转折点 她提到 大学除了学舞 还修了戏剧课程 她说 当我拿到剧本的那一刻 就像是有天使降临 打了我的头 告诉我要往这个方向走 从此 她开始了自己的演员之路 肖强19楼震荡惊魂 捐百万震灾 自由史报 肖强 肖强昨天透过真实美学慈善基金会 捐出100万元作为震灾资金 希望能够帮助灾区重建 她表示 地震当天的经历 让她深刻体会到生命的脆弱 也决定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帮助灾区 许光瀚化生超萌八戒 清源果叶新戏镇灾 自由史报 许光瀚主演的电影 青春十八成以二通往 由你旅程 在台湾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 导演藤井道人 和演员清源果叶 也对台湾发生地震 表达了关心和祝福 受到了台湾影迷的感动 此外 许光瀚还参与了电影八戒 决战未来的配音工作 该片将于5月31日 在台湾上映 许光瀚为了这个角色 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他认为八戒这个角色 很有趣又调皮 他和导演和声音老师 一起设计了助教声 呼吸声等特色音效 他的表演也得到了导演的赞赏 被称为专业又敬业 遭网工谩骂 孟耿如发生护婚姻 承担自己的选择 自由史报 黄子脚因涉嫌偷拍论坛会员 购买未成年少女性爱片 而引起舆论哗然 他的妻子孟耿如 在面对外界的质疑和谩骂时 选择保持沉默 并表示这段婚姻是他的选择 他会承担自己的责任 并尽力陪伴和付出 他数次为黄子脚的错误道歉 并且强调 无论如何 黄子脚触犯了法律 是不可容忍的 黄子脚本人也在社交媒体上认错 并受到了许多艺人的谴责 焦志芳则在逆风中为黄子脚打气 但也遭到了炮轰 总之 这起事件引发了大量的争议和讨论 人们普遍认为黄子脚的行为是不可原谅的 同时也提醒大家要尊重他人的身体自主权 并勇于制止性骚扰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